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跟大家說一下 神魔和HunterHunter合作的第一張Dale Club的角色 合作活動就開始了一個星期 率先登場的是富洛洛 幻影女團團長 如果有看過原作就知道富洛洛的能力 在原作裏面的造型都蠻帥的 尤其是變裝後的樣子 包起來了頭巾的樣子 我忘記了 總之富洛洛真是一張很強勁的卡片 來到神魔 在原作也非常強勁 擁有著拿走對方念能力的能力 好像是否拿走還是模仿呢 我不太清楚 無論如何 來到神魔就說回神魔的事情 他公佈了主動技 和隊伍技能 他有個隊伍技能和希索家有個配合 待會再講 先講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是一回合內 所有扶石兼具50%其他屬性效果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全版都是攻擊珠 簡單來說就是半隻貓公雀 你可以這樣看 貓公雀的增傷 我相信大家有用過都知道有多強勁 CD6 可以所有扶石兼具50%自身扶石效果 不是自身 所有屬性 非常大的一個增傷 但這個增傷效果 就視乎你燒到的屬性扶石 即有多少 留意深珠是不計算在內的 所以開這個技能 可能要配搭主角 這類能夠令你燒夠COMBO的角色 令到他的增傷幅度是達至最大的 不過他另一個亮點就是 他所有屬性 所有攻擊的傷害都可以克制敵人 這裏阿蘭就會至少保底的1.5倍增傷 留意如果暗屬打光屬 他就不會在你本身的傷害再克屬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如果你打光屬的話 這個技能就沒有意思了 如果你打火水木暗的話 座底會有1.5倍增傷 你可以這樣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主要是增傷 其實就沒有任何解盾能力 譬如說如果對方是有甚麼 暗屬攻擊力降至10%的情況下 你用回暗屬性傷害去打 你是照成1.5倍的 但是你是要照扣到10%攻擊力的 這個要留意 所以其實他在解盾能力方面 都偏弱的 但是他的增傷幅度都挺高 對了 譬如說也有少許盾可以解決 譬如說禁手燒暗屬的盾 你可以透過燒其他屬性珠 都可以發動攻擊的這個特性去解決 富樂樂的能力主要就是這樣 這個能力我覺得是值得刷的 令到大家是值得刷的 也都是合作的角色 不知道他何時會復刻 又或者他會不會只開放一次 絕對刷定一隻是有好處的 你說需要不需要刷複製人呢 複製人就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看他的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來說就是最上面那個 下的那兩個是沒有關係的 最上面那個就是最左方的 富樂樂和氣索加 生命力攻擊力回復力提升1.5倍 即使你隊伍中有複數的 複製加和複製加 複製加 三維上都沒有提升 由於還未公佈複製加的三維 所以我們看回 就是複製加的三維值 去到作參考 複製加的三維值 你見到在All Max的情況下 血量是2800 攻擊力是1500 回復力是近500 其實你乘回1.5的話 那個三維值非常之可觀 我現在計給大家看 225乘1.5 血量單是希索加可以上到4000 其實就非常之可觀的 這個上升的幅度 再看攻擊力 1665乘1.5 攻擊力可以上到近乎魔族的傷害 2347 回復力來說497乘1.5 也是非常之恐怖 去到745的回復力 所以三維來說 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高的地方 攻擊力去到魔族 近乎魔族 回復力去到近乎妖精 所以配合希索加 絕對強力 你看到就是同時間開了這個 庫洛洛和希索加再配合 暗主在這個 夏侯敦隊上 是發揮到這個傷害的 你看到當中 團長和希索加 是打到上4000多萬 絕對是可觀的增傷 但是留意 是在希索加 成了3倍底下的傷害 所以 很明顯這個強的傷害 是來自於3倍的增傷 不是來自於夏侯敦 夏侯敦你平時 你用開夏侯敦都不會打到這樣的傷害 所以 絕對是希索加增傷的功勞 你可以看到 所有輻射 兼具所有輻射50%的威力 就是你開一下暗主之後 攻勢敦都很高 就非常之厲害的 一個增傷 就是這樣 另外 它可以放在什麼隊伍 那我就 開開神魔 跟大家說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隊的一頁書加 一頁小差的隊伍 其實我覺得蠻適合放這個 庫洛洛的 由於庫洛洛未出 我把這隻暗主是庫洛洛 放在這個隊伍 我覺得 因為暗人來說 比較缺這個隊員 如果你是用這個 一頁書小差隊的話 你會留意到 暗人隊的成員是偏少的 所以 當然 抽卡的 這隻 一頁書 都蠻厲害的 但其實你也會看到 暗人 很明顯的人才不足 我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放在 葉差隊的 強力暗屬性的人隊成員 我自己也覺得偏少 當然 最厲害就是 葉小差的複製人 對了 也說到 隊伍 會 光暗兼具 互相兼具 但也會出現光暗珠 不夠的情況 對了 你用過就知道 有時候光暗珠 非常少的感覺 唉 哭了出來 所以開這個複裸裸 就 叫做 有一個增傷 也就是這個隊伍可以放主角 主角可以 剛才提升複裸裸的增傷幅度 另一隊 當然 剛才說到 就是官方示範的 夏侯敦 夏侯敦就是這樣做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多解釋了 另外 Kurlapica也是蠻適合放牠們的 作為一個增傷的隊員 三倍的增傷 這裡就 再有兼具的效果 因為留意就是 Kurlapica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裡遲下的分析會說 就是 他的攻擊珠很容易缺 那 庫羅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所有扶石兼具 就是 其他扶石 的 的 50% 真的蠻厲害的 還有一隊 我都會建議 就是 小剛 和 Girua 這個隊伍 這個隊伍 這個隊伍來講 因為人類就吃到賠率 其實大致上也是這樣 那 這個 不太建議 但也可以放下去 對 對 這個隊伍 可以放下去 對 對 三倍增傷始終非常之大 對 但 這個 就 只能夠這樣放下去 可以放下去 可以 我最建議 這隊 就 放下去會不錯 就是這樣 其次可能就是葉小差 這些隊伍 對 還有以後 如果真的出了一些純暗人的隊伍 庫洛洛就是你出場的機會 對 因為留意光人隊出了 火人隊就信長 水人隊就宣冊 木人隊就 這個 手吉 其實留意純色隊的人類隊 是暗人還沒出 所以 我自己覺得前途無限好 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 庫洛洛的分析 再見 拜拜